目前,每年赴澳门邮车达三千多万人士,其中三分二左右的内地旅车,赴航空抢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的邮车达一千多万人士,为出这两地旅有一刻作可一统跨前, 建议在广东自贸试验区政客方法内创新油关通关政策,允许赴澳内地油车在千多油耗池内,可在澳门与航空之间多次网款。 同时,创新车辆通关机制,允许澳门单体旅游带巴,进出航空后岸之送离合。 建议人民银行继续支持澳门为普遇市国家提供青春服务, 建议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的条件下,推动两地政府部门在澳门联合举办医带一流经济论坛, 利用世界卫生组织,在澳门策纳传统医药中心的治愈,支持澳门建立国国际英国的中医药质量印证和标准化, 推动中医药产业跨和国际跨,支持澳门成为一带一路中医药招联合作的重要基地。 国家的发展进步是澳门反应稳定的均强后盾,我们相信在中央和大陆的大力支持下, 澳门的最悉度多元的道路越走越荤岳,澳门的明天更加美好。 澳门立法会议员崔世昌,亦都是澳门特首崔世安的哥哥, 他发言的时候提到澳门列入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的国家规划, 是经济发展的机遇。 允许赛出澳门内地油车在千驱油耗池内, 可在澳门与航空之间多次网款。 同时,创新车辆通关之际,允许澳门单排旅游带巴, 进出航空后岸之送离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